好 AI最近很紅 AI機器人更紅 所以將來是AI機器人的時代 以後我在這邊主持 搞不好主持人就是AI這樣 不用你了 不用我了 也不用我們了 還是需要你們 就是說大陸京東開賣人型機器人 而且將來說 這機器人長得越來跟人越像 所以連皮膚的毛細孔什麼 都非常的細膩 想想就滿可怕的 但是好像阻擋不了 你看好了 一定會往這邊去發展的 那輝達就NVIDIA OpenAI 微軟 都開始佈局人型機器人了 不管在美國 中國 像剛剛講的京東也在做 都在做 而且我相信世界其他各地 我不相信日本人就不做 另外黃仁勳到台灣 也掀起滿大的熱潮 他也人型機器人的熱也起來了 你看他也介紹不同的人型機器人 有沒有 麥肯錫說 連顧問職務都可能會取代 因為麥肯錫做什麼 就是顧問 麥肯錫把全世界最好的學校 什麼哈佛 最好的學生 一畢業就是網羅去 然後訓練他 就當公司的顧問 你這公司今天有什麼問題 我幫你解決 所以你現在連顧問職務 都可能被取代 顧問都不需要人了 幾百個 幾千個專家的知識 經驗輸進去以後 他出來的 而且他還會所謂生成 還會自己學習 很可怕的 而且聽到學習就可怕了 不是你只是人告訴他 他就聽了 記的比你牢 記的比你熟 記的比你多 也就罷了 他還會自己學習 教導會變成怎麼樣 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反過來控制人類 誰也不知道 現在很多專家很緊張 你現在講了 很難講 他尤其哪天自己商量商量商量 他決定說我們人太笨了 我們比你聰明多了 幹嘛聽你的 就很難說 另外美國衛星派到大陸 第四艘航母 懷疑是使用全新技術 為什麼 第四艘航母比較寬 為什麼要寬 就上面要放無人機 因為無人機翅膀比較長 越長 大無人機 在滯空時間越長 所以他要長 要比一般的戰鬥機長 所以他那個甲板要寬一點 讓無人機能夠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懷疑是不是全部用全新的技術 甚至用無人機 不需要飛行員 所以大大降低成本 因為飛行員很貴的 訓練一個飛行員 幾千萬訓練一個飛行員 然後中國又可以生產 數量龐大的無人機 今天烏克蘭一個月打掉 1萬架無人機 而且烏克蘭無人機 大部分是大陸的無人機 另外所以這可能會變成全球 第一艘專用無人機的航母 航空母艦英文叫什麼 中文聽不太多航空母艦 好像母艦會飛 英文叫做Aircraft Carrier 就是飛機載運的船 航空母艦主要的功能 就是載飛機 因為一般的飛機 戰鬥機飛不遠 載油量有限 航空母艦可以把你飛機 等於包括空軍基地 移到你的旁邊再起飛 所以它如果再加上無人機 無人機能夠滯空時間比較長 時間比較久 所以有的可以搞二三十個小時 這個危險距離滿大的 那我們看一下 展示性能還已經在網購平台 京東買得到 一個賣9.9萬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45萬 我覺得99這個價格 其實目前來說 其實不算便宜 我覺得未來大量的人型機 鋪量的時候 價格遠比會低很多 這個只是其中第一步 說跨出人型機器人的第一步 宇树科技是大陸研發 人型機器人的主要公司之一 像這身高180的人型機器人 H1就主打是大陸第一款 能跑的人型機器人 關節動作流暢 還能跳科目三 而這樣的人型機器人 在未來五到十年 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 和產業樣貌 AI的應用在人型機器人這一塊 目前美中兩國都積極投入研發 從工業到家庭 未來都有可能是機器人代牢 只是現在大陸開賣的售價 嚴格來說並沒有嚇壞市場 是否也預告著 人型機器人 會是下一個價格戰的戰場 怎麼辦 來 博弈 來 叫個女友機器人吧 我還是趕快結婚好了 未來的人 趕快表代 先講天才物理學家 史蒂芬霍金 他當時講過一句話 他說奉勸人類 不要接觸外星人 不要發訊息到外太空去 AI的未來 恐怕也會有一樣的狀況 就是AI對於道德性的討論 實際上現在一直都在討論 就是說雖然他的進程發展一定是一日千里 但到底該不該達到 與人類靠近 甚至超越人類的水準 其實科學界跟哲學界一直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接下來如果真的機器認為 他比人類還要聰明的話 未來會發生跟電影裡面一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難說的問題 所以我只能講 大家都知道這個方向 但能不能避免 我覺得恐怕還是不能夠避免 只是希望這個事情真的不要發生 因為如果發生的人類是處理不了的 再來講到這個無人機航母的問題 我覺得大陸想要做出這個航母 應該不是太困難 因為看一下近幾年 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 從2021年的一兆三千五百多億的人民幣 到了2024年已經飆升為一兆 六千六百多億的人民幣 換算成台幣已經是七點三兆的台幣 這麼大量的提升國防的預算的金額 對於大陸想要研發一些更多的軍事武器 我覺得不會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說不定大陸早就已經有這些科技 只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而已 而台灣雖然也逐年增加了我們的國防預算 但是在2024年我們的國防預算 含特別預算大概也就只有 六千多億的新台幣 雙方差距還是非常大 所以如果台灣未來 與對方想要做軍備競賽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不聰明 而且絕對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是賴清德總統感覺起來好像 還是有點想要往這個方向來前進 因為去年蔡英文還在任的時候 當時是25家美國軍火商來台 高調宣傳 說要賣台灣 美國無人機等新式的武器 現在賴清德就職完之後 聽說美國要來台灣賣武器的軍火商 從25家到27家 甚至可能到30家 不僅沒有減少 越來越多 但台灣跟美國買武器可不可以 我覺得可以 但有個重點我覺得非常糟糕 就是我們付錢 像美國買武器之後 美國延遲加貨不給貨 這是最大的問題 根據資料 2021年底 美國拖欠了台灣武器的金額 大概是142億美金 大概是4100億的新台幣 什麼真誠空對地飛彈 海馬斯多廣火箭炮系統 帕拉丁自走炮 通通都沒給我們 結果這個情況到了2022年更嚴重 因為在2022年的年底 美國拖欠台灣的武器金額又上升了 從142億美金提高到187億美金 連本來要開始交接的F16V 現在都延到至少要2025年以後 才有可能開始交付給我們 所以美國賣武器是非常高興的 但他們在這個販賣的過程當中 是完全不管台灣的感受 也不管我們到底拿馬道武器 所以我真的要奉勸民黨政府 接下來真的不要拿全民的稅金 再繼續做冤大頭的行為 因為這些行為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很無奈 魏森 所謂的航母群 這個我們都知道 其實這個航空門線開出去 絕對不是只有單一台航母航母 你一定周邊會有很多的 其他的戰艦什麼的 你才有辦法確保航母的安全 因為航母的目的是為了說 在這個軍艦上面會有飛機起飛 來進行一些軍事上面的行動 所以航母它今天 如果搭載的是這個所謂的無人機 那就代表說今天 其實無人機的重點目的是在於 它是一個撩機的形式 也就是說除了本身的戰鬥機 無人機應該是一個配套措施 大家可能有偵查的作用 可能是半飛類似這個作用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航空母艦 飛出去只能是無人機 而沒有所謂真正的戰鬥機的話 其實它的效用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中國它的這個新式的 這樣子所謂的戰艦 到底有沒有所謂真正的 武器的攻擊性 其實是打上一個問號的 其實我們知道航空母艦 最重要的核心戰略 是在於它的甲板 它有足夠的厚度 它有足夠的科技 它可以讓這個飛機 很快的去做彈射或者是落地 如果今天它只能搭載這種 比較輕型的無人機 恐怕我們今天要去懷疑的是說 今天它這個航母 到底有沒有實際的戰鬥力 中國它這一台所謂的航母 它到底有沒有實際上 可以做整體協防的能力 它的這個科技性 到底跟美國的科技 到底有沒有可以做比擬 我覺得這是要打上一個 非常大的問號 蔡靜穎 科技日新月異 所以AI這個話題 其實不僅最近在台灣很紅 在國際上也很紅 所以你可以看到 Netflix的串流平台 最近上了一部老電影 叫雲端情人 就是因為大家又把過去 我們對於電影裡面想像的事情 可能真的會在現實生活中 發生這樣的想像 大家會有一些存疑 過去我們也在鋼鐵人 這部電影裡面看到 好多人型機器人站在台上 向大家展示 這個軍火商是有這個能力 去用人型機器人 來做打仗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AI應用在 各式各樣的武器上面 他對於戰爭一定有所威脅性 我相信這也是大家 過去在電影裡面的想像 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 發生的這個實例 所以這些戰爭的武器 如果應用到AI 應用到無人機上面 我覺得這一定對於我們 是要有所準備的 而且我們也必須要去研究 那如果回頭來講 戰爭的可能性 我們當然希望和平的對話 那如果和平的對話 現在台灣的總統賴清德 就必須負上最最最最大的責任 他在520的演說裡面 把台灣推向了最緊張的那一線 把台灣推到最前線的情況底下 讓很多兩岸的關係 變成大家 這個政論節目談論的內容 或國際上談論的內容 甚至很多國外的朋友們 看到台灣都覺得 你台灣非常非常危險 怎麼台灣裡面 還是這樣歌舞升平的感覺 所以賴清德要做的是 台海的和平 那回頭來看 他講的這句話 又讓人家有點匪夷所思 到底賴清德做的是民進黨總統 還是台灣人的總統 那他又去參加了六月一號的 這個觀光的這個博覽會 裡面有講到說 穩定台海和平是總統的職責 這就讓人家覺得有點立場 有點奇怪 這個賴清德講了一句話之後 好多藝人要表態了 那如果他希望可以穩定 台海的和平 真的希望做下來 跟習近平有一個穩定的對話 吃蝦仁飯喝珍珠奶茶 這個大家最記得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總統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想這是賴清德 現在最重要的功課 而且這是美國 來的27到30家廠商 我在想說你們一直過來 要幹嘛 我們現在買了 將近200億美金的武器 都還沒有給我們 我們很需要的武器 先給我們吧 不要一直想推銷 我們該給我們 趕快給我們比較重要 另外大陸有一個新型 洞76型兩棲攻擊艦 長這個樣子 很厲害的 上面可以放一堆飛機 洞尾也很大 另外美國人 MQ-9A死神無人機 也在菲律賓駐紮了 這死神無人機可以去拘殺 也是很厲害的 它可以再續航27個小時 最大航程240節 可以偵查 可以監視 我們好像買了4架 死神無人機 但是我們的功能 好像只能偵查 不能真的去斬首 不能打 不能斬首 我們在洞尾巴 就算是 radical 但是大陸有這個 不是非常難受 就可以拘捕至 你確實在 好